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是否真的正在进行 1991年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伯德里亚在法国报纸《解放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 后来翻译并在英国报纸《卫报》上发表 以回应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这些文章分别是《海湾战争不会发生》 《海湾战争并没有真正发生》 和《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分别在海湾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发表 伯德里亚认为 美国干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行动 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因此在许多方面 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象征主义的 此外 对于西方人来说 战争的很多发生都在电视屏幕上 战争是一种积极掩盖科威特和伊拉克 实际冲突的性质和事件的方式呈现的 伯德里亚在批评海湾战争之前没有社交媒体 所以虽然他的批评今天仍然高度相关 但他错过了今天战争发生的一个关键方面 重要的是 尽管伯德里亚否认了海湾战争的存在 但他并没有否认在其中造成的破坏 正是这种破坏使得战争对伯德里亚来说无效 因为他认为战争意味着两个对立方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或冲突 在美国伤亡人数方面 伯德里亚写道 简单的计算显示 在海湾地区的七个月行动中 参与的五十万名美国士兵中 如果他们留在平民生活中 会有三倍多的人死于道路事故 与此同时 美国联军对撤退的伊拉克车队进行的轰炸 和对伊拉克的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的轰炸 估计已经杀死了十万名伊拉克人 即使伊拉克人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 两个对手甚至没有面对面交锋 这意味着撤退的伊拉克士兵在被轰炸时 甚至无法向美国军队投降 而是向电视设置组投降 在很多方面 这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也是如此 在制作本视频时 加沙卫生部估计有10569名加沙人 在以色列轰炸中丧生 还有更多人被困在废墟下 以色列高级安全来源表示 这一数字可能是其两倍 几乎达到两万人 同时他们还夸耀已经成功杀死60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以色列轰炸活动中还存在进一步的不对称 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之后 整整一个月 以色列报纸哈雷兹 只刊登了1152名遇难者的名字 而报纸报道的数字仍然是1400 可能在内塔尼亚乎政府看来 1400才是正确的数字 因为他们把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 也算入了死亡的人数 哈雷兹 或至少可比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 将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 称为战争是不诚实的 因为它暗示了加沙平民 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力量平衡 哈马斯于10月7日的袭击 这在超限时意义上是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完全象征性的战争 一场针对整个西方秩序的战争 挑战美国和以色列 自己视为民主国家的愿景 唯一的战争 在涉及可比较对手之间 存在冲突的意义上 是一场模拟战争 这正是以色列时报中的 巴仁德沟人 在2025年10月25日的战争 第19天的日报中 嘲讽地称之为信息战 除了在以色列轰炸活动的影像中 建立了一场战争 通常是从袈裟的外面展示的 我们作为观察者 对战争的理解 几乎完全是通过电视屏幕 和社交媒体 新闻频道 通过对以色列轰炸活动的影像 通常是从袈裟的外面展示的 来建立一场战争 因此 我们作为观察者 对战争的理解 基本上是关于遥远的爆炸 和伤亡人数的统计数据 然后 伤亡人数和图像本身 成为了战争的来源 袈裟的卫生部 是否准确报告了死亡人数 10月7日 哈马斯袭击中被杀的人的最新统计数据是多少 我们看到的视频是否被篡改或伪造了 这些问题得到了报道 然后成为以色列官员和巴勒斯坦大使 以及活动家将要争取的信息战斗 这场战争的不对称性的一部分 无论是对袈裟的部分青红造白的轰炸 还是信息战 都在很大程度上 基于战争的影响 这意味着 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 在视频中表现出色 哈马斯战士劫持人质 并对以色列人实施暴力的图像 有助于符合以色列官员的叙述 即哈马斯 因此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人类动物 与此同时 以色列在轰炸加杀平民方面进行了清洁战争 在哈马斯战士实施暴力的视频中 我们看到哈马斯战士在以色列人身上实施暴力 特别可怕的是 年轻人在诺瓦音乐节上 遇到暴力哈马斯叛乱分子的图像 另一方面 在来自加沙的图像中 暴力是脱离人的 也就是说 它与实施暴力的人分开 我们看到爆炸的视频 建筑物倒塌的视频 受伤的 哭泣的儿童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视频 但我们不看到实施暴力的人 我们看不到飞机的飞行员 或者如果我们看到士兵发射迫击炮 我们不会看到迫击炮击中的那些人 这是以色列的清洁战争 以色列军队继续坐在一个虚拟的防护罩后面 铁穷 而数千名加沙人则被炸得粉身碎骨 这也使以色列的宣传机器能够对加沙的破坏提出质疑 如果我们不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对加沙人实施身体伤害 那么这是真的吗 有报道显示 演员在一部关于加沙轰炸的黎巴嫩电影中化妆 作为证明加沙人只是危机演员的证据 另外 由于我们不能看到头弹人 炸弹在空中掉落和炸弹击中目标的图像序列 因此大部分媒体只能报道遥远的爆炸 然后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 这些炸弹是针对使用人肉盾牌的哈马斯领袖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当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将哈马斯称为人类动物 暗示他们的暴力和邪恶是动物般的事 他是对的 哈马斯参与了一种动物本能 极端情况下 使他们能够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这种可怕的动物本能在我们内心 使我们能够在历史上的几乎所有战争中 对其他人进行暴力 被忽略的是 加沙的轰炸活动是一种独特的机械邪恶 以色列飞行员在不曾面对他们的情况下 炸死了他们身下的人 他们在一套确保目标时 哈马斯的军事官僚体系的保护下 免于对平民的伤害 在这场不对称的媒体战中 战争罪犯变得混淆不清 哈马斯显然有罪 匿名的哈马斯暴徒 带着绿色头巾 成为绑架和杀害定居者的明显罪犯 以色列的战争罪行 无法归咎于任何个人 因此 作为犯罪行为 变得更加不合理 使内塔尼亚胡下令执行了特定的空袭 造成数百名平民丧生吗 是以色列空军指挥官汤默 巴尔吩咐的吗 是一名愤世嫉俗的军事情报 分析师坚称一个哈马斯领导人 藏在充满平民的特定建筑物中吗 头下的炸弹 只是不准确和无目标的吗 以色列的整个军事体制 是否接受平民伤亡的概念 可能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战事政府 以色列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挑选目标的情报分析师 投下炸弹的飞行员 但尽管构成这些机构的人 对更多的死亡负有责任 但在官僚杀戮体系内 他们作为个体 同时更不复有罪行 哈马斯可以由一个戴着头巾的 匿名战士所体现 同时又可以普遍化为 威胁西方秩序的存在幽灵 渗透到大学校园 假扮难民潜入美墨边境 以色列的战争则相反 没有一个士兵 对加沙的任何死亡负有责任 加沙平民的鲜血 分散在整个机构内 对加沙的威胁也完全是物质的 而非幽灵的 同时在西方 以色列的战略重要性 如此重要且如此全面 以至于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而非世界犹太人的攻击 甚至批评 都被视为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世界的攻击 感谢观看 这是一则关于以色列 巴勒斯坦问题的 华尔街前线观点文章 第一部分 还有许多部分 巴勒斯坦问题的 严格 严格 继续 严格